其實很多地方 可以賣東西的 只是說過去沒有去發掘 沒有去找到處女地 有沒有新 政治人物有沒有新 就看那個 我們要問詩誠哥 過去我們看政治人物 在說要賣水果 或是要推廣的時候 通常就是說 我們簽了訂單 發布訊息 很少看到有帶著人 然後就直接殺到人家那裡 然後就是跟你簽訂單 看過去先前說 要把東西賣出去 原來他是人 他好像還在做 這個北農的時候的那樣子 就是直接帶出去簽單了 我跟你講 行銷水果是個目的 可能更重要是行銷高雄 甚至行銷台灣 你看過去我們剛剛講說 昨天三個烤肉架 你知道吧 比孟凱人還要高好多 這三個烤肉架 你不要這樣子 你這樣子有人身攻擊 比韓兵好了 不是 我沒有講身高 我說這麼三個烤肉架 你過去看到 哪一個國際巨星到香港去 只有三個烤肉架 只有韓國去 真的三個烤肉架 而且三個烤肉架不是稀稀落落 是佔得滿滿的 你再一個烤肉架 可能都還要擺滿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韓國魚出現在香港 出現在澳門 出現在深圳的時候 他不只代表行銷高雄的農產品 你就太小看韓國魚了 他代表行銷是整個高雄 甚至整個台灣 過去為什麼沒有 你知道澳門跟拉斯維加 是個共同的特色 他吸引要你來參加博弈 所以他地方的東西 第一個會提供你很高檔的娛樂 跟住宿跟飲食 我卻提供你很平價的東西 很平價又很高檔 台灣是最好的地方 可以提供你相當好的 一些農特產品 我這麼講好了 如果整個目前韓國魚市長 去的地方是台灣農產品的腹地 台灣農產品從此不會再滯銷了 你知道整個腹地加起來 超過上億人口 台灣的農產品 你要賣多少就有多少 問題是 第一個是過去因為高雄這些地方 我不需要做這些努力 我只要在一個地方 當一方之霸就可以了 反正我一定會選上 第二個是民進黨上台之後 兩岸搞得不是太好 不是不是太好 是非常不好 所以我怎麼賣 我也不曉得要怎麼賣 而且剛剛彥秀講了 我要指控國民黨賣農特產品 是紅色訂單 是統戰 我就最好不要賣太多 不然的話我怎麼樣去講國民黨 或是講韓國瑜 這就是問題在這裡 如果兩岸未來 能夠這樣子和平相處 台灣的農產品怎麼會自銷 你跟我講 台灣農特產品又好吃 而且相對於價錢它又便宜 比日本便宜多了 為什麼日本的農產品 賣到香港賣這麼多 我們為什麼賣不過去 為什麼就是會關係不好 關係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這代表一個冰點的突破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舉個例子 我常講這個例子 高雄人里長跟我講說 去年本來香蕉自銷 要去化對不對 農委會提供一筆獎金 一筆補助 然後當地人說我們不要去化 我們把它變成禮盒 然後裝起來賣給大陸好不好 不行 一定要割掉 你不能這樣給我賣 這就是問題在這裡 兩岸之間或是東南亞之間 如果兩岸好 東南亞就沒問題 我講直接一點就是這樣子 這樣我們的農特產品 甚至我們的觀光行銷 包括我們可以 任達華到台灣來 就是常去做醫美之類的 很多大陸到台灣來的 也是做一些手術 醫美這些 我跟你講這東西都是觀光資源 非常好的一環 而且這些我們兩岸腹地 因為兩岸是一家人 他過來或是東南亞過來 這都是台灣經濟發展 非常重要的利基 為什麼不要 所以韓國瑜這次去這些地方 代表不只是農車產品 他在行銷整個台灣 透過兩岸之間這樣的一個 一個比較頻繁的 有建設性的這樣一個往來 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但是我最後要講 民進黨看了眼鏡 糟糕了 明年要選舉了 你行銷得這麼好 太塞了 我一直跟你創下腳 就是這樣 我覺得那種 那種感覺非常的糟 我為了政治目的 你台灣人這個水果賣不出去 一定到的事情 反正我只要選票能獲得利益 然後指控你們是要紅色行銷 我就達到目的了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這件事情 不是發生在現在 也許他反應被 這麼大陸是這個意思 對 但其實我們剛剛 也一再的講了 就把東西賣出去 好的其實是農民 是漁民 是台灣的人民 大家都想過好日子 所以看到這個 當然今天好多新聞都寫說 高雄農民笑呵呵 高雄漁民笑呵呵 原本說說 這只是占GDP的什麼1% 或是說整個高雄市 整年的市值一點點 不過對農漁民很有感 因為我賣出去 我今天家裡 下個月的生活費有著落了 孩子的教育費有著落了 這是真的是有感的 重點是不會那個 跟一堆水果放在門前 明明很漂亮賣不出去 你知道那個農民 真的心裡頭很糾結 而且其實民進黨 剛剛我們夜宣委員 不是也講了嗎 他們把東西賣出去的同時 他們不是自己 也在網絡上頭宣傳 也宣傳自己賣的才是對的 我賣第一名 好棒棒 怎麼人家賣的時候 你一隻手指就指著別人罵 但是有四隻手指指著自己 會忘記了嗎 可是水果有分藍綠色 還是什麼狀況 我也不知道 他們家水果可能比較特別 我們要來看到 是澳門這個現場了 因為呢 等等這個 韓國瑜市長呢 應該就要上台致辭了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狀況 謝謝梁市長 也謝謝我們澳門特區政府 所有各級領導 要特別感謝我們澳門 我們葉會長 這麼熱心的安排 我們供修總設 所有的澳門五十幾位 供應商來我們高雄 來跟我們簽約 來給我們商業的機會 也要謝謝我們高雄來的 葉匡市副市長 跟我們的團隊 所以我們高雄市的民意代表 以及高雄市各界 紛紛自己趕過來 參與這一次我們澳門跟高雄 雙方簽訂 這樣的一個商業合同 很多人自己花費時間 跟金錢 自己坐飛機來參與 也要特別感謝 所有的媒體女士先生 所有幕後工作的夥伴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下飛機 遇到我們財政司梁市長 看到他名字 我們就覺得 我跟葉匡市副市長 就覺得澳門政府 真是溫馨感人 特別安排一位 梁維特市長 這個一看這個市長的名字 就曉得 我們梁市長 專門維護特區的發展 專門維護特區人民的幸福 專門維護澳門行政特區 哎呦 我說這個安排啊 實在是 有夠細膩有夠細心啊 安排的接待人員 都是特別千挑萬選 所以非常感謝澳門特區政府 這麼精心安排 我們梁市長來接待 哈哈 大家掌聲 好 早上跟我們 吹這個 這個行政長官 賢康烈啊 大家聚會聊了一下 其實他講了幾個觀念 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 我們有六位高雄市政府的官員 跟他面對面談 他告訴我們第一 將來澳門可以作為高雄 粵港粵港澳 整個大灣區發展做一個跳板 第二 全世界講葡萄牙語有八個國家 那聯繫的平台跟樞紐是在澳門 未來高雄的農特產品工業產品可以運用澳門 當成平台來跳躍 進入八個葡萄牙語序的國家 我覺得這個觀念對我來講啟發很大 另外我們經濟財政司令 梁市長也告訴我一個數字 我才感覺到過去我們真的 台灣做的不夠高雄做的也不夠 就是整個澳門雖然只有30平方公里 大概在65萬人口左右 但是千萬別忘記澳門一年有3800萬的觀光客 這些人都要吃都要喝都要消費 也就是說我們整個台灣地區進入澳門的水果 大概只有不到1%左右 蔬菜大概才0.7%左右 也就是說這麼大的市場 我們居然從來沒有努力來經營 所以我昨天在香港聽到香港的數字 整個台灣的農特產品大概才占3.6% 我就覺得太可惜 我們居然放棄了香港 這麼大的市場 一年有六七千萬的觀光客進香港 今天來到澳門 我也深覺到 我們澳門這個市場過去幾十年 我們真的經營是不夠的 所以未來希望高雄能夠打開這個門 跟澳門之間多多的交往 密切的合作 各種商業貿易 各種外銷 各種進口 各種投資 甚至以及觀光醫療 我們希望高雄跟澳門之間更緊密的合作 我們相信 只要合作愉快 一定可以發展一個雙贏 這樣子一個未來的趨勢 其實網路上數字非常的多 各位澳門的好朋友 大家上網看一看 就知道高雄有山有水 有多少人口有土地面積 但是高雄這些冷冰冰的數字後面 要跟澳門的好朋友講 最重要的 我們高雄人 有一樣特質 網路上看不見 你只有親自去 你才會感覺到 就是高雄人民的熱情 對不對 高雄人士 全台灣最熱情的 最有感情的 我在新加坡講過一段話 我這邊從來從 這個繼續用一遍 人跟人感覺交往 像我們跟梁市長啊 還有各位澳門特區 各位好朋友今天的接待 人跟人交往是很神奇很奇妙的 它是三個層次的 一個是如果高雄人跟澳門人接觸 第一個層次就是嘴對嘴 Mouse to mouse 第二個層次呢 就是嘴對心 Mouse to your heart 第三個最高層次 是我們heart to heart 我們心對心 澳門的朋友 如果來到高雄 就會發現到 我們高雄人 既熱情 而且用心接待 所有五湖四海的好朋友 歡迎來高雄旅遊 謝謝 謝謝韓市長 請您回座 接下來有請高雄市農會理事長 蕭翰俊先生致詞 尊敬的梁市長 好看到韓國瑜 剛剛已經上台致詞了 然後呢 他就特別提到說 他自己沒想到 原來我們對於澳門 對於香港的連結 是這麼這麼的少 是 其實可以賣得更多 1% 0.7% 哇 這個真的是太少了 不過網路上也有人說 你有好的產品之外 也要有人懂得賣 懂得行銷 剛好高雄現在運氣後 讀到一個韓國瑜 知道說可以在這個地方 幫大家再拚經濟